简单说就是你必须要去考 就每个留学生工程毕业后都要去考这个BD 大家好,我是尼导,就是小王子 那澳大利亚决签和工签这个政策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先讲工签,OK 那大家其实都看到这个条文了 就把485工签英文费就三条 英文最低要求从雅思6分到6.5,对吧 单向不低于5.5 第二就是所有临时毕业的毕业签 英语测试有效期从三年变成了一年 如果你是香港或者英国国民的护照 那无需满足这一条件 你和之前还是一样,对吧 之前的英语条,雅思6分,单向不低于5分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来的,大陆来的,对吧 它这个政策里面,你能不能看出意见端你来 那么我觉得那是三点 明白了吗?明白 第一就是移民军还是这个尿性 它下盛级也太快了吧 今天是21号 也就是说23号就给我们两天反应时间 无间不违快不违 你现在如果想要挤进旧政策的话 请你这两天帮我去考PTE吧 快点讲工签你知道吧 所以跟我之前预测也差不多 移民军就基本上只给你两天来考虑 我觉得真的有点夸张 雅思就彻底被赶尽杀绝了 雅思你可以单考了你知道吧 比如说你写作没过一下就考写作了 但是现在因为他把这个工签的要求 从6分变到6.5 那从我一个新东方老师的讲度来讲 我先教过雅思嘛这个不可能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6分到6.5 直接就上另外一个纬度了 但PTE呢它只是从50分到56 这个还是很简单单项不低于36 说句实话你大学毕业 你考不到36是不可能的 所以单项根本就不用管 所以基本上雅思就赶尽杀绝了 不会有人再去考雅思了 以前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工签的话 你考雅思PTE 就是也可以 雅思是当时是要6分 对吧 PTE50分 那其实也怎么说呢 毕竟雅思熟悉嘛 但现在雅思到6.5 就不会再有人去考雅思了 第三呢 就是他讲一年有效期 就是你必须在一年之内考过来 我来新西大学读这门科 读完了读这个之前有效期 不是两到三年吗 那读完了以后 其实我拿工签 我不需要再考了 对不对 因为是两到三年吗 现在他说他只有一年有效期 你一年前有没有考过这个事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哪有可能进来澳大利亚就读一年学 所以他这个赠赠一出呢 就每个留学生估计毕业后 都要去考这个PTE 不会有一个可以幸免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澳大利亚就读一年书 对不对 就这意思 而且呢 他变相也告诉你 就是澳大利亚移民局嘛 就想知道一下你英文的什么level 他觉得你毕业以后 你在澳大利亚也没有好好读书 天天玩 满天天海北天天蹦迪估计英文没啥提高 这个分数估计很难出来 好吧 这就是他的这个规则 我个人感觉好吧 小视频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关系